長輪的生活 度共的死命 暗淡著心愛的嫁名 無暗的社會 無情的請拚 失去了前妮的命 長輪的孫悔 少年的長逢 追悲得運的理想 知道流報的真心痛 先吃為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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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失敗是影響 好路變勇 要有機會成功 心敗不修 哭逼去路的太陽 在現感悟 現去穩穩的歩路 現在一個紛亂的世界 跟人的思念 每一個暗淡的情形 有誰人看見我的孤單 哭逼的生活 度共的死命 暗淡著心愛的嫁嫁 好暗的社會 無情的請拚 失去了前妓的命 錯亂的孫悔 少年的長逢 回憶被人看見我的心 鬼背過了忍的離想 在現有背 真心胸 先吃為憂 啊 逢人的生活 度共的死命 暗淡著心愛的嫁嫁 黑暗的社會無情的請拚 失去了請你的名字 錯亂的是為少年的長逢 對白得運的理想 知道你有報的真心胸 先吃為憂 謝謝老師 謝謝張立憲 我們老師請講評 謝謝 老師好 今天的歌聲一樣很結實 很有肉聲 你的歌聲跟自己很好 配得嘟嘟的好 然後很有男子氣概 所以你選這首歌也是正確的 但是今天的問題出題說 你在A段的部分 音準都不穩 不穩 譬如說 每一個暗淡的沈夜 的這個深夜 只有這兩天而已 你的那個音準的落差就很大了 還有其他的地方 所以你在A段就不穩 我不知道是你太緊張 看到了 mentally 穿著這一深以後 kindergarten 你就有點淡淡 所以A段的部分 是比較不穩 但是到了B段的部分都還好 但是B段的剛開始 你的氣又不是很時 所以變成一連貫下來 你到了後面才 ud 一直到最后的hiphop一直到最后的hiphop一直到 所以整个你能振作起来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例子 就是唱歌有时候蓝band 出彩也好 或者说小音转也好 到了后面能挽救回来 那个也是一个实力的证明 所以我觉得你整体上是还可以鼓励的 Freddy 老师 请讲评 立憲 老师 其实刚刚A段的部分 你是在A段的后半段的时候 你的这个就是算是他们前就开始走 所以说差不多每个都有一些稍微的问题 所以说你到复刮的时候 你有点在那个要振作起来 但是又好像会再想到刚才A段后面 那你是不是又没唱准 所以你就在那一个挣扎中间 这个部分我要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这一首歌的 不同段落的它的那个结构 你没有把它建立起来 譬如说A段的这个正三句 它的意思是 你说一个胜败的概念 那是客观的 他到了A段的后三句在讲自己的感觉 就他其实是很孤单的 他每一个暗门的沉丫丫丫丫 现在人看到我的孤单 到了后三段后三句他在讲自己个人 再来才进入副歌 那个副歌那个澎湃的感觉才会出来 所以你要把这个架构做好的时候 你在不同的架构 你就会知道你唱到哪里了 你如果看一句 他那句本身的感觉要去唱 你到什么时候唱到有点迷路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要先把那个地图都画好 你要知道你唱到哪里 这样就比较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问题 谢谢老师